變化 自放大 自換顏色 然後加上次數 大概就三個 應該也夠啦 那怎麼做呢 當然第一個 直接雲端上就有了 我已經把那個這個 所以你可以分開來 比如說我這邊setColor這個應該知道 那Color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如果要增加一個顏色 其實不用背啦 你可以從enjoy.graphic.color 後面就有顏色出來了 所以你要輸入這個部分的話 記得就是說你可以這樣 Enter一下對不對 然後打一個T01 這怎麼變全新 T01點 這邊會出現嘛 你就打一個set 假設要怎麼樣呢 setColor 什麼Color TestColor 所以你就打一個 T然後底下就會出現什麼 setColor對不對 你就點一下 那Color後面可以傳什麼樣的顏色 你可以傳顏色也可以傳數字啦 那它可以是16鏡位置的 比如說紅色應該是什麼 鏡 紅色的話應該是 FF 0000 對不對 這是一種 應該知道這個吧 如果寫過網頁應該知道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用那個 用enjoy的 就是enjoy那一件的範本 你打一個enjoy點 打一個graphic 打一個區 它就會有graphic 出來了 不用背全部啦 然後再點 點什麼呢 點color 有沒有 這邊也有嘛對不對 你就點兩下 或者按enter也可以 再點 這邊就有顏色了嘛 如果你要紅色的話就ray 有沒有 id 出現了 OK這邊就有了 那以前是打那個 enjoy點graphic點color 不過你會發現 新版縮小了 不用打enjoy也可以 以前是enjoy 開頭一般都是範本 裡面內建的 那你就打一個color 點ray 然後呢 字放大 放大到多少 30 那30的話 T01 點什麼呢 點set set 那個什麼呢 test 然後什麼 size 然後再打一個size 有出來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打比較長一點 那特別注意它要傳什麼 後面加 跟你講說float float的意思是浮點 OK 所以你不能給它整數 那怎麼加float 就是浮點的 那如果30的話 你不能打30 30整數 請你多加一個小的f 這樣子的話 就是float 就是浮點的 加一個 那個f 表示是那個浮點的 OK 這樣子就會紅色的字 放大 所以執行的話就 紅色的字 放大 應該可以看到 假設的好 那最後的話